用輛的車還追到一個很漂亮的車子 那麼久 可是女朋友還是照交的到 一定要喔 其實跟她熟了以後其實都是她被別人討厭 真的嗎 因為她的個性就是那種很容易相信別人 然後很挺朋友 只要朋友一說什麼就 OK 好 衝啊衝啊 難怪她把手機扔掉 是不是 不然就太聽朋友了 哪裡都去 對不對 錢也借光 對不對 是 不該做的事都做了 是 丟了手機就丟掉了麻煩嗎 是 真的嗎 是 那你怎麼找她啊 鄭元昌 家裡E-mail 這樣子 現在還多了一個微博 她平常都會發微博的私訊給我 對啊 對啊 還蠻酷的 你就會覺得收到她的那個私人訊息 你就會覺得很特別 她私人訊息都跟你講些什麼呢 就是 我看到的一個小妞什麼 會嗎 這個不會不會 就比如說有需要幫忙的啊 或者是 什麼時候來約一下 然後要去吃海鮮啊 吃喝玩樂 就會 大家 找去找 前兩天吃到快吐了 吃到快吐 吃到快吐 去那個 富吉漁港 吃海鮮 你們兩個人跑去富吉漁港吃海鮮 還有其他的朋友 六個人 六個人 你們大高個站出去有點 有點太顯眼了 吃到 吃到被老闆阻止 沒有啦 不要再點了 夠了 夠了 然後隔天只要聽到海鮮兩個字 就快吐了 而且當天上廁所的時候 感覺尿液之中 就有打不成的味道 對 你知道我們那天都吃到太 太沉潮了 太豐富了 哇 你有個女兒嗎 對不對 是 那你覺得未來 要跟你相處的 這個女人 是要你女兒能接受嗎 當然啊 全家都能接受 我媽我爸我女兒 對啊 能接受 就OK了 你小的時候 很怕你爸 對不對 當然啊 你記耶 講話都這樣的 真的 對啊 從小 最接近的就是媽媽嘛 對不對 是 所以這一點你們倆比較像 對 其實我從小是跟我爸爸長大的 但是你跟你媽很好話 是現在我跟我媽媽住 因為我小時候跟我媽媽分開的 然後是等到我大概四五年前以後才開始跟我媽媽住 所以之前跟我媽媽的感情空白 我是等到了我出道之後才慢慢重新開始跟她建立的 所以等於現在再開始 重新認識一個新媽媽 對不對 不能說新媽媽 重新開始有媽媽的感覺 然後相處 對 相處的感覺 那姓你是一直跟媽媽最好對不對 對對對 我跟我爸比較少講話 今年講得到幾句嗎 嗯 有 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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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唱歌她有反對嗎 完全不會 你說以前嗎 以前是無感 沒有感覺 她也不知道我在幹嘛這樣 對 但是她不會管你在幹嘛嗎 不會耶 不會 但我媽是全力支持 那你那個時候一直唱不紅 在這地方唱的時候 爸爸也沒有來干涉 不會喔 爸其實還好 他們就希望你不要變壞就好 他還希望你不要變壞 對啊 又是想家人這樣就好 所以當你唱歌真的 第一次紅的時候 爸媽都有來看嗎 喔 他們非常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一直到 我覺得現在最忠實的Fans 就是我爸 哇 不管刮風下雨 任何場 場 場合 只要在台灣 甚至於在北京的上海 他就會默默的一個人出現在 最遙遠的那個地方 滿高個子的一個人 對對對 戴著墨鏡這樣 我覺得進這一行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很窮的時間 你大概窮了多久 一直都很窮啊 一直都很窮 十幾年吧 對啊 十幾年 都 很慘啊 那一段日子慘 我們沒想一次就慘了 我覺得那時候就是 開一台車 在台中駐上 超屌 車子叫 紅色嘉年華 這個門顏色不一樣 這個輪胎也不一樣 為什麼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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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門是關不起來的 要一個鐵絲勾著 要勾著 還要打擋 用那樣的車還追到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厲害吧 所以我要跟男人講 你不要以為你有法拉利 是 對 追女朋友 像她這樣子 對啊 四個門不一樣 四個輪胎不一樣 都可以追她 四個門都不一樣 連海車喔 車子喔 不是摩托車 車子才八千塊台幣 你想要怎樣 你知道那誰的車嗎 那個鼓手Herber的車 一個香港的一個 那已經是比較第幾代了 對不對 對啊 那個 我可以一個老鼓手買 那個鼓手你看她是 她是 哇 很老很老的鼓手 對啊 她已經老得開不動的車賣給你 八千塊 對啊 所以 那麼窮 可是女朋友還是知道交得到對不對 一定要啊 對啊 交女朋友跟很窮沒有關係 我一直都覺得 我一直到現在都相信 你的感情世界跟錢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維繫感情跟錢要有一點點關係 剛好相反 我剛剛要表達就是這個意思 維繫感情跟錢沒有關係 錢只是讓你們生活穩定而已 維繫感情跟錢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覺得啦 你覺得是不是 對 當然是要在生活讓她無憂無憂 對對對 在一個範圍之上 對 那 那你現在 車也有啦 嗯 嗯 房子有沒有 有 有 有買給爸媽 對 小孩也有 都有了 反而交不到女朋友 有啊 有啊 我就知道你要問這個 好 好像很得一樣的 我就知道你為什麼我有啊 你有有 有幾個 小燕姐人很好 小燕姐都會 老很大一圈 我 你明白了 我告訴你啊 那天 我是對你比較好啦 徐若仙一上來的時候 小燕姐 我說那你要結婚了嗎 她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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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沒有我 所以有的時候也不對 我 我以為她是真的要結婚了 我們都看爆嘛 不知道嘛 就是 其實人家好像現在 有 沒有 沒有 小燕姐你嚇壞我了 一開始就問我這樣 嗯 你要結婚了嗎 還沒 我觉得我对于 每个艺人看待感情的方式 当然我们不能去 但我自己的 我就是觉得 我可以跟他手牵手走在路上 我从他没拍 我从来不会去戴口罩戴帽子 做这种事情 所以呢 还有呢 你对感情 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你觉得钱也不是最重要的 那什么是最重要的 相处吧 相处 当然讲这个很笼统吧 但是我觉得 对于男生来说 怎么样一直重复的 让自己去爱上对方 比较重要 听说你的想位期是三年 对 在原唱你跟他交朋友交了多久 三四年以上 你对女人 比较不超过三年 哪有 真的吗 我每一任女朋友 都是五年以上 那为什么你自己觉得 你的感情不太容易维持三年 我觉得三年大概就是 要开始去维系 是不是 对啊 开始去维系 他的赏位期就是三年 你怎么会这样呢 我是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啊 新鲜感 然后热恋期过了三年 然后就会开始 开始很认真的去看待这个事情 看是要继续走下去呢 还是想办法让自己再爱下去 通常都爱不下去的 不一定啊 看状况 有时候真的觉得 有时候是 那个时候的环境 或者是 会有新的人出现 他好诚实哦 很少艺人 这太诚实我也贴不下去了 你会让你的女人等多久呢 我们在一起 七年了 不能只是女朋友而已 也不能只是交代而已 我觉得 两人一定要 确定 确定 你为什么做绿囊 因为我不知道她的尺度到哪里 所以 他好诚实哦 很少艺人 这太诚实我也贴不下去了 会有新的人出现 你就就这样讲 我可以说 他很怕我这样啊 我觉得她刚刚已经很不自在的 说完了完了完了 他很怕我这样 他怕我什么 什么话都讲出来 对不对 对啊 那你就帮她讲 她还是需要有一些歌手的包袱 对啊 你觉得她需要有歌手包袱 我觉得她一点都不需要 她一点都不需要 她一点都不需要 长这么高 有什么好包袱的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哦 现在的艺人 真的不要有这个包袱 是啊 对不对 是啊 为什么 我觉得以前也很奇怪 比如说男偶像 就不能谈恋爱 那不是很不正常吗